注意看 这个像猫怪异的生物 竟然长在男生的右手上 不仅有着独立的思想 还能够学人类说话 这可把男生吓得不轻 因为这两天发生的事实在太诡异了 男生名叫小帅 就在昨天晚上 小帅正在呼呼大睡 突然一只虫子掉在了耳边 他似乎想从耳朵钻进去 可是小帅习惯听歌助眠 耳朵里还堵着耳机 眼见此路不通 小虫子又换了条路 想从小帅的鼻孔里钻进去 而脸部的异常也成功惊醒了小帅 他抓起虫子就丢了出去 慌张地抄起课本卷成武器 虫子却一下子扑向了他的右手 一时间钻心的疼痛感袭来 小帅急忙卷起袖子 却惊恐地发现 虫子正在通过手臂往身体里钻 小帅来不及细想 他抄起鞋带狠狠地勒住了手臂 阻碍了虫子继续往里钻 而巨大的动静也吵醒了母亲 他赶忙跟妈妈说明情况 可等两人凑近一看 手上除了条鞋带就什么也没有 小帅以为自己做了噩梦 便没再多想 等到了第二天 诡异的事情便开始接踵而至 首先是上学路上 右手不由自主地摸向了女同学 其次是在课堂上 自己伸手去够掉落的橡皮时 手却像路飞一样 一下子就把橡皮给捡了回来 甚至是篮球赛上 自己只是往后方随意一投 篮球飞越了半个球场进了篮筐 小帅想要上网求助 可右手却突然出现一颗眼睛 等小帅看过来 实态又消失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拿起刀子慢慢地捅向了右手 结果下一秒 紧接着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怪物自称小右 他告诉了小帅自己的由来 原来自己来自外太空 本来的使命是夺取人类的大脑 将人体占为己有 并且以人类目标为实 谁知道在小帅这里发生了意外 迫不得已寄生在他的右手上 因此与他形成了共生的身份 而随后的日子里 小右展现了极强的学习天赋 不仅学习能力令小帅叹为观止 看着去时 我的右手很快就要比大脑还聪明了 无论是箭道还是射箭 他都能够过目不忘 这天公交车上 小右突然按响了下车门铃 他告诉小帅 自己感应到了同伴的脑电波 原来当时不止他一人来到了地球 并且有人已经夺射成功了 如今的小右自然要去会会昔日的同伴 他们很快来到一家料理店 在这里 他们也第一次见到被成功寄生的人类 这个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眼睛竟然想要离家出走 他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还好还在 紧接着走到了妻子的面前 下一秒 原来他们都被一种寄生兽给感染了 眼下他们已经成功占据人类的身体 他们还能通过感应脑波 从而能够轻易地认出人群里的同伴 就在小右和小帅找寻同伴 来到一家餐馆时 却发现里面的寄生兽正在禁食 而对方也发现了他们的到来 在得知小右寄生失败后 男人直接原地裂开 更是毫不犹豫地砍掉右手 邀请小右搬到自己的手上来 眼见小右不从 男人直接发起攻击 不料却被小右一招毙命 即使知道男人已被寄生 但是杀人这件事 还是给小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到了百日逝世大会上 小右告诉小帅 学校出现了同伴的脑波 是学校新来的化学老师 而对方也察觉到了他们的身份 并且约在了海洋馆见面 老师张口就跟小帅表明来意 自己主张和人类和谐共处 并且介绍了自己的两个同伴 一个高中生小帅和警察A先生 他们成立一个组织 专门用于情报分享 随后老师展现了一波实力 便离开了这里 而小右却从A先生的身上感受到了杀意 果然 在深夜回家的路上 A先生早已等候多时 双方更是直接剑拔弩张 小帅挪动着步伐 逐渐地靠近一先生 随后趁其不备 将钢管捅进了他的身体 A先生做梦也没想到 弱小的人类竟然会发动攻击 小帅此时也趁机逃离了现场 可他没有注意到 A先生并没有立马死亡 他现在急需寻找新的宿主 而他这边发出的动静 却被回家经过的小帅母亲听到了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小帅准备休息 小右却突然警惕 又有同伴靠近了 而小帅最不愿意见到的一幕发生了 小帅的母亲被寄生了 就在小帅沉浸在巨大的哀痛之时 母亲一击直接击中小帅的心脏 既然没了宿主 小右不久后就会死亡 母亲也直接离开了房间 不过小帅并没有死亡 而是小右修复了小帅的身体 才及时地挽救了他的生命 在小右的劝说下 小帅决定重新振作起来 可就当他回到学校的时候 却发现之前组织里的高中生 也转到了他的班级 正是老师派来监视他的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失踪 人们也逐渐地发现 只要拔下被寄宿人类的头发 头发还会继续蠕动的话 就能够证明人类已被寄生 这也成为了当下 唯一区分人类和寄生兽的办法 这两个怪物光着膀子 张着血盆大口正在大块躲 吃完后他们又变回了人类模样 还有模有样地擦拭了身上的污渍 而再仔细一看 残留的食物竟然是人类的手臂 这种怪物名叫寄生兽 它一旦成功寄生人体 就会以人类为食 而唯一区分它们的办法 就是通过揪下它们的头发 如果头发会动就说明它被寄生了 新来的转校生长相帅气 很快就俘获了少女们的芳心 这天它受邀充当画室模特 女生上前拔掉了它的一根头发 本就想是恶作剧一下 不料却直接愣在了原地 只见头发还在不停地蠕动 所有的女生都在此时傻眼了 男生眼见事情败露 便也不再伪装 等到小帅赶到现场时 已经为时已晚 教室里早已失衡遍野 只有班长躲在柜子里逃过一劫 双方一下子就准备交手 不料老是此时出现在身后 随机丢下一瓶炸药后便转身离去 小帅赶紧带着班长从三楼一跃而下 被小悠改造后的身体能力大增 将班长送上救护车后 他来到了对面教学楼顶 因为他知道刚刚爆炸 并不足以消灭怪物 只见他抬起右手 小悠瞬间化成一柄弓 瞄准目标随后一箭射出 怪物也被瞬间击杀 事后老师找上了小帅 对于学校的事情他深感抱歉 并且将小儿的位置告诉了他 根据地址小帅找到了小儿 只见小悠幻化成一把利剑 双方再次展开交手 被强化后的小帅明显实力大增 竟然能和小A打得不相上下 眼见小帅逐渐占据上风 怪物竟然开始模仿母亲的声音 趁着小帅愣神竟然发起偷袭 不料这一击却打偏了 原来母亲残存的意识 阻碍了这致命一击 小帅强忍着悲痛 一刀解决掉了对方 此时的小帅也明白 虽然母亲早已被寄生了 但是对自己的爱却从未改变过 小帅来到医院 看着病床上的班长 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而随着寄生兽开始潜伏 他们也将朝着政坛发动冲击 究竟什么样的阴谋在暗处酝酿 而怀孕的老师 肚子里又将诞生什么样的物种 而这一切背后的操盘手 又是否就是最大的反派boss 电影《寄生兽》上 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为日曼同名作品改编 电影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动漫特效 为了更好的还原细节 影片也分成了两部进行拍摄 感兴趣的小伙伴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明天将给大家带来 寄生兽 完结片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